女消防员赖文丽 执行时被酒驾男子撞伤截肢 一滴眼泪都没有掉 国民进党立委赖昆成 在立法院质询时 居然说女消防员都娇滴滴的 平常连蛇都不敢抓 被酒驾男撞伤截肢 女消防员赖文丽表现勇敢 纵使男女天生 体力有差别 但由立委把焦点放在性别 对啊你一辆跟他派那些女孩来啊 每一个都娇滴滴的 不然那些女孩大家好好 越讲越过头 他还这么调侃女性消防员 部长听了满脸斜线 女性知乎这歧视性别 他看到这不怕吗 我们抓一条 抓一条眼镜者在他面前 看他敢不敢抓了 大男人主义瞧不起女性 我们并不同意说 女性就一定是焦滴滴的 做消防员 部分男女都要针对弱点训练 绿军赶紧找下台阶 少跟金爱开玩笑 这样的发言是适当的 必要的时候做一个道歉 赖文丽被撞伤 不是因为他是女性 而是因为那个喝醉酒的犯错 没讲演 立委这一番话 恐怕经不起检验 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家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